好了 大家回来了吗 我们继续啊 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决策的事项 有关于特殊的订单是否需要接受的决策 企业呢 其实经常在生产经营的时候 会接到一些特殊的临时的订单 那这些订货的合同 往往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 这么一个定价水平 甚至呢 有可能会低于我们的单位成本 但是呢 其实企业在这部分订单拿到了之后 不要先一下子就去想说 这种订单我就不接了 或者这种订单既然都低于市场价 我还要它干嘛呀 你要想一想 其实这些订单 如果它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企业 去创造额外的这个收益 或者它能够帮助我去更高的利用当前的产能 那么这种订单 虽然它比当前市场的价值要低 但是我接受来了之后 对于我整体的经济效益 还是会扩大的 所以这些特殊的订单 不要因为它低于市场价 或者低于我们的平均单位成本 我们就认为这种订单不值得接 你一定要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去重新计算 接受订单对于企业损益的影响 我们的决策思路仍然是我接受与不接受订单 我去重新算一下企业的损益是多少 如果我接受了之后 对于企业的损益有正向的影响 那咱就接 对吧 如果说对于损益的影响是负向的 那么咱就不接 所以它的思路仍然还是比较简单 直接的去看相关损益 这就是我们的评价指标 好 决策指标相关损益怎么去算呢 其实就是在边际贡献的基础之上 再去减掉相关成本 所以你看 我们是基于边际贡献去进行的计算 同时这里面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成本 这些成本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当我存在有专属成本呀 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就在后边去进行额外的扣减 最后计算的仍然是相关损益 那相关损益就跟净损益一样 那么它只要大于零 就意味着订单在给我创造经济价值 那我就应该要去接受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基本决策逻辑 接下来 如果利用剩余生产能力 咱就能完成这个额外的特殊订单的话 那么 不需要再额外追加什么专属的成本 且你的这个所谓的利用的 剩余生产能力也不是从人家那抢的 压根你原来记得剩余的生产能力 也没法转移去用于生产别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是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对吧 你看原来我的产能利用率其实只有60% 现在这个特殊订单来了之后 我这个资源没浪费呀 我就可以把这个产能利用率提高到90% 或者提高到甚至100% 那对于企业来讲其实接受这个订单 与不接受这个订单我要考虑的就是特殊订单 会不会给我创造额外的编辑贡献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不产生额外的啥成本呢 你看 第一 不产生专属成本 第二 生产能力无法转移叫做不产生机会成本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相关成本跟前面咱们所分析的那个相关成本是一样的 就三项 一个是变动成本 一个是专属成本 一个是机会成本 如果说没有专属成本和机会成本 那么咱就只需要考虑变动成本 而编辑贡献里边已经有变动成本了 所以咱就只用看编辑贡献大于零 就可以代表相关损益大于零 但如果说这里面有专属成本 如果有机会成本 那么咱就得去额外把专属成本和机会成本给考虑进去 这里就得用边境路线减掉专属成本得大于零 对吧 如果有机会成本 那你还得减机会成本要大于零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对于这个成本 你应该如何去进行考虑 最后这一条 我希望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 这条指的是 如果你剩余的生产能力不够满足全部的特殊订单 那么你如果要分析 该不该接受特殊订单的话 你考虑一下 这个分析当中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 它是特殊订单 比如说你剩余的生产能力 其实只够生产100件 这是你的剩余产能啊 现在你要面临的这个订单 他要的是120件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有的人说 你看这已经超负荷了呀 对吧 我只剩100件的生产能力了 然后你现在要120件我供不了货 我供不了货 这些订单我没法接 那你得想想 怎么没法接啊 你可以接啊 你接了之后 额外这20件从哪云一云啊 从你原本正常销售的那个订单当中去云一云 所以你接受这笔订单 是你在决策的时候必须要去考虑的 但是你接受这个订单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去生产120件来满足这个订单 你不能说人家要120件 我只能给供100件 这不行 所以你只要接受了订单 你就得给人家供120件的货 那多出来的这20件怎么办 要去影响正常销售的那个订单 所以这个会导致我们的正常销售的减少 那么我问大家 正常销售的减少这叫什么呀 就由于我接受了这个特殊订单之后 导致我原本的正常销售减少了20件 请问这叫做什么成本 这是你要考虑的成本吗 这叫什么成本 这叫机会成本 对不对 这就是机会成本 好 所以在这儿有同学 我看到了也有同学很聪明 说 那老师这些地方 我为什么不能追加一下专属成本呀 对吧 你看我生产生产能力不够 那我再租一台设备 我再为了这个特殊订单 额外再去租一台设备 去满足这额外的20件 可以是可以 但如果你租来设备之后 你就要把专属成本一并考虑进来 如果题目当中 他就没有去租这个设备 他的正常销售是可以去进行调整的 他通过调整正常销售 去满足了特殊订单 那就没有那个专属成本 对吧 如果他是通过租一台设备 去满足的额外的生产需求量 那么你就按照增加专属成本去进行考虑 所以我们说了 这其实是根据题目的条件 你看他是怎么安排的生产 你就怎么去考虑这个成本就可以了 在这里主要是 你得知道不同的形容下 咱们的思路是啥 如果出现了额外增加一台设备完成生产 你肯定知道要考虑专属成本 所以我们在这就不用聚集展开了 关键是如果不安排设备的时候 那这个20件怎么办 是通过影响正常销售来实现的供货 那么这个正常销售的减少 必须得通过机会成本予以反应 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特殊 好了 那回头头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6章4的教材立体 假企业的A产品的生产能力是1万件 目前的正常订货量是8000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我的剩余的产能 是不是还有2000件 对不对 我的总产能是1万吗 但我现在正常销售只占用了8000的产能 所以我还有2000件的产能 那销售单价是10块 单位的产品成本是8块钱 成本构成如下表所示 这个下表当中所包含的有料 供费 费里面有变动制造费用 有固定制造费用 请问固定制造费用是相关决策成本吗 也不是 所以它不应该考虑 那你真正的相关的成本应该是多少 是6块钱每件 对吧 然后现在客户向该企业去追加订货 客户只愿意出价7块钱 所以当前市价其实是10块钱 客户这个特殊订单 它就是比市价还要来的低 那这种订单咱接不接呢 问题不就卡在这了吗 对吧 来了一个订单 要的比市价还要低 那这种订单咱为它生产吗 要不要给它供货呢 来 真分别针对以下不同的情况 我们来判断一下企业要不要接受这些订单 第一 追加订货的量是2000件 来回忆一下为啥2000件 正好是咱把剩余的产能给补上 咱就剩生产2000件的产能了 正好人家就要2000件 所以产能利用率能从80%提到100% 如果无追加订单 剩余的生产能力无法转移 这句话会翻译了吧 上节后我们讲过了 它就代表着你没有机会成本 同时呢 接受订单也不需要追加额外的专属成本 那就相当于相关成本都没有了 后边什么机会成本专属成本都没有了 你需要考虑的是啥呀 你需要考虑的就是编辑中线 只要编辑中线大于零 其实就可以 所以咱在计算的时候 核心算的就编辑中线 刚才我们看到的 你的这个价格不是七块钱吗 特殊订单的价格你别用错了啊 在这个地方有同学经常这个计算的时候 也会出现小失误 你在这里去计算编辑贡献的时候 得用特殊订单的这个价格 千万别用了前面这个销售单价十块钱 所以你在计算的时候 应该是七减六对吧 然后乘以这个两千件 去看一下接受特殊订单之后 能够给我创造的编辑中线 是不是大于零的 你一看大于零的正好等于两千 那你就应该接受对吧 结论就出来了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再来 说追加订货两千件 还是利用完剩余产能 若无该追加订单 剩余的生产能力无法转移 没有机会成本 但接受这些订单呢 需要追加专属成本一千元 那就在刚才咱们两千件的基础之上 需要再减掉一千的专属成本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相关损益 接受订单还是会额外增加一千的损益 所以你还是应该接受订单 对吧 第二问也比较简单 第三问 说追加订货 两千五百件 没有追加订单的情况下 你的剩余生产能力无法转移 所以没有机会成本 接受这个订单 也不需要追加专属成本 所以没有专属成本 所以最后你计算的是啥呀 你算的是相关损益的影响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的订货量超过了产能 对吧 因为你剩下的产能 其实只有两千件了 但你追加订货要追加两千五 对不对 所以我问问大家 虽然你的剩余产能无法转移 看上去没有机会成本 但你真实情况下 有没有机会成本 你有没有机会成本 第三问 第三问 有同学 有没有这种做的 就是直接去拿七减六 乘以两千五 算出来说两千件的这个编辑中线都大于零 那两千五百件肯定也大于零了 所以他也应该接受 能不能这么算 不能这么算 为什么 这个编辑中线往后还得有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你占用原来正常销售的量 你这五百件要给人家供货的话 从哪云出来呀 从你原来的正常销售订单当中去云 那你原来正常销售五百件能赚多少钱 能赚多少钱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定价十块钱 对吧 这是正常市场上的售价十块钱 减掉你的单位生产成本是六块 所以十减六乘以五百 这是你影响的正常销售的编辑中线 这要作为机会成本予以考虑 对不对 这就是你损失的嘛 所以要把这个减掉 减掉之后你发现结果是多少 结果应该是五百 所以它最终影响的损益仍然是大于零的 你要不要接受这些订单 要 哪怕影响正常销售 咱也要接受 因为接受完了之后 咱整体损益是会增加的 所以这就是第三问 第四问 追加订货两千五百件 若无追加该订单 剩余生产能力 可以对外租住 什么意思 有机会成本了 这个租金是三千 然后同时接受该订单 还需要追加专属成本一千 所以这成本一下子就变多了 所以你计算的时候 就怎么考虑那七减六乘以两千五对吧 这是你的编辑中线 这是编辑中线 减第一个部分的机会成本跟上面一样 影响了正常销售的编辑中线是十减六乘以五百 同时这道题目又告诉你还有机会成本三千 还有专属成本一千 那你最后算一算 损益是多少 接受这个订单的话 这些成本你都得担着 最后的损益是负的 三千五 所以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订单呢 不能 相关损益小于零了 所以我放弃这个订单 有人说固定制造费用怎么理解 固定制造费用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最一开始说的那个成本 我们得区分相关和不相关成本 你只能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相关成本 不相关成本不要考虑 为什么固定制造费用是不相关成本 因为你接不接受这个订单 你多不多生产 有没有这个决策 你那个固定的制造费用都要发生 你生产多少固定制造费用都要发生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跟你要不要接受这个订单 没有关系 你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根本不受固定制造费用的影响 所以那个成本你就不需要去考虑它 哪怕你考虑了它 那么你也最终 它的影响被剔除掉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这里面进行计算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就注意 一般计算下 题目当中给你的固定制造费用都是迷惑项 这个一般你在计算的时候 在决策的时候 都是应该把它做剔除的 好的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特殊订单 如何去分析和考虑的问题 第四个决策呢 其实是有关于我们企业 有一个生产设备 这个设备呢 大家都用相拨拨 然后但是呢 它产能有限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支持我们所有产品的生产计划 在这里面我们必须得安排 优先给谁使用 后给谁使用 先满足谁的生产计划 后满足谁的 所以这叫做约束资源的最优利用决策 约束资源是指的 限制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实现的那个平静的资源 也称为紧俏资源 紧缺资源 因为资源有限 企业需要优先决策优先生产哪种产品 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好约束资源 让企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安排生产 这是我们的决策的第一步 然后安排生产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要让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叫做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 这个词很绕口 也是我们在这里可能最难理解的一个指标 我们通过这个指标的计算来理解一下 它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单位产品的边际贡献 除以该单位产品耗用的约束资源量 我们具体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约束资源就是我某一台生产设备 这台设备 它一共产能是1000个公时 每年啊 每年1000个公时 那这个设备供哪些产品生产呢 供A产品 B产品 C产品去生产 那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 指的就是 我这个设备 每一个公时 所创造出来的单位边际贡献是多少 那这边际贡献已经是要落造具体产品上的 所以对于A产品来说 比如说A产品每生产一件 它能够创造的边际贡献是100 而每生产一件A产品 我需要消耗多少的设备公时呢 需要消耗0.5的小时 那我问大家 请问这个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 对于A产品而言 怎么算 怎么算 一个产品创造的边际贡献是100吗 这不是100吗 然后该产品耗用这一个生产一件A 那我需要耗用的这个设备公时是0.5 所以我除以0.5吗 所以那就相当于我 一个公时的设备耗用 就可以创造出来200块钱的边际贡献价值 对吧 这就是我如果拿这个设备去生产 那我这个设备每消耗一个公时 就能够为企业创造出来200块的经济价值 那B产品呢 它的边际贡献是50块钱 它需要消耗的公时是两个公时生产美的产品 那你看一看B产品的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是多少 单个产品创造的边际贡献是50 对吧 然后呢 它生产一个B需要去消耗两个公时的设备 所以除以二 所以相当于我每一个公时的设备资源的消耗 它只能给公司创造出来25块钱的经济效益 所以你说如果是A和B当中我去安排生产的话 应该优先生产谁啊 这就是我们的决策逻辑吗 相当于我把整个的决策已经带着大家过了一遍了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优先生产A还是生产B的这个产品啊 是不是应该优先去生产A啊 所以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 我们算的就是每消耗一个公时的这个设备 那么我生产不同的产品 我可以为企业创造多大的边际贡献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边际贡献的大小进行排序 来安排我们的优先生产顺序 所以我们的决策原则是去优先安排啊 注意啊 是优先安排 不是说我只安排 这个单位约束资源边际贡献最大的方案 因为我把所有的设备都用于生产A 我会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多A 我设备是有产能剩余的 那我剩余的产能 接下来我去生盘生产B去 对吧 我不能让它闲置着呀 我生产B是可以给我创造边际贡献的呀 那我所以我就要再去安排生产 要利用产能 所以它只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 并不是说我找出来了这个 我就只生产A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说假企业 假企业生产AB两种产品 这两种产品的有关数据资料 如下表所示 该企业生产这两种产品时 都需要用到同一项机器设备来进行加工 这项设备就属于企业的约束资源 该设备每月能够提供的最大加工时间 就是一万两千分钟 就跟刚才那个一千小时是一样的 根据目前的市场情况 那该企业每月需要生产销售A产品是四千件 A产品每件所需要消耗的加工工时是两分钟 该企业每月生产销售B是七千件 而B产品呢 消耗加工工时是一分钟 那么接下来说企业生产需要该设备加工时间 每月呢 这么一算 你看啊 A产品四千件如果都满足 B产品七千件如果都满足 请问总共需要的工时是多少 是不是四千乘以二加上七千乘以一 对吧 算出来你需要一万五千分钟 但是你一个月这个机器总的最大的加工工时 只有多少 只有一万两千分钟呀 不够用啊 所以它叫紧缺资源嘛 所以咱们这个资源得优先去考虑一下 是给A用呀 还是给B用 这就是它的根本所在 就因为资源不够用 所以我们得去进行优先安排的这个优先级的分配 那在这种行程下 我们来看一看A和B的情况 首先这张表录当中给了你单价P 给了你单位变动成本V 给了边际贡献M 给了边际贡献率 这里面的边际贡献和边际贡献率需要给你吗 其实不需要 给了你单价 给了你单位变动成本 下面的边际贡献和这个边际贡献率 这个是单位边际贡献小M 其实你自己是可以算出来的 对吧 你下面的单位边际贡献不就是单价减掉 单位边际贡献成本吗 好了 那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比如说如果我生产A的话 生产A 单件A产品创造的边际贡献是不是15 那我问你 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是多少 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是多少 这个怎么算 这个怎么怎么算 你看一看生产A需要消耗几个东西 需要消耗两分钟 所以每分钟我创造的边际贡献 是不是应该是15除以2 应该等于7.5元每分钟 而生产B呢 就只需要消耗一分钟 所以相当一分钟创造12块钱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 在整个分析当中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你生产A看上去是有15的边际贡献 B是12的边际贡献 但是咱们得算到它消耗约束资源的角度上 单位资源消耗创造的边际贡献是多少 得把这个分母口信给统一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拿7.5跟12去做比较 你就发现实际上是B的生产效率要高得多 所以B其实给企业它所带来的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 要来得更大 那因此在安排生产的时候 你应该优先去生产B 那如果咱们优先生产B 那B的生产计划如果全部达成 消耗了多少的约束资源的工时呢 那你来重新算一算 比如说B的产销量 我们题目当中已经已知条件有了 是要生产7000件 7000件每一件要消耗一分钟 所以我总共要占用7000分钟 而我总的产能是12000分钟 所以我还剩了多少 还剩了5000分钟的产能 这5000分钟的产能 我不能把它给闲着 所以我要去生产A 那A能生产多少呢 每一件A消耗两分钟 所以5000分钟 我能生产出来2500件A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安排计划 那这个计划下 我们再重新去算一算 企业能够实现的边际贡献是多少 你看7000件的B全能生产 每件能创造12块钱的边际贡献 所以这就是B贡献出来的 然后A虽然我安排不了4000件的生产 但我剩余的5000分钟 还能生产2500件 所以这2500件每件创造的是15块钱的边际贡献 那这个时候A能够贡献在这里 所以A和B加起来能够给企业贡献出来 12万1500块的总的损益 或者边际贡献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在单位约束资源的边际贡献基础之上去判断 我们的优先安排生产的顺序 这是我们所讲的16帐5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18年的这道综合题 大家看啊 这就是一道综合题 在18年17年这一章的内容 而且就是单位约束资源的这些计算 其实都是在综合题进行考察的 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真的那么难 有的人说 我们在这个课上讲的这些典力研习 它跟这个真题完全不是一个难度的这个等级 真题比这个难多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18年的综合题 综合题一般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难度系数相对比较高的提醒了 那这个题目 它有没有超过大家的那个认知理解范畴 大家看说甲公司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那主营的业务是生产XYZ三种型号的汽车 相关资料如下 这三种型号的汽车都需要去通过一台生产设备来进行生产 这就是那个约束资源 或者它这里叫做关键限制资源 它的年加工能力是4000的小时 这就是它的产能 然后年固定成本是3000万 假设XYZ三种汽车均于这个生产当年进行销售 年初年末都没有存货 预计他们的生产资料如下 给了你正常的销量 Q单价 P单位变动成本 V单位限制资源消耗 啥意思 生产X需要消耗三个小时的这个关键资源 对吧 生产Y需要消耗两个小时 生产Z需要消耗一个小时 现在让你说为了有效利用这一关键的生产设备 计算一下XYZ三种型号汽车的优先顺序和具体的产量 然后在该生产安排下 税前利润总额是多少 这道题你说跟前面刚讲完的那道 教材的例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完全照搬过来的题目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教材当中的利息直接考在了我们的真题当中 只不过刚才咱研究的是两个商品 咱现在研究的是三个产品而已 仅此的区别 其他的呢 整体的我们的这个计算思路都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咱们怎么做 首先根据这个材料当中 我们其实可以计算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其实就是那个单位约束资源的编辑中线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算呢 你得先把编辑中线找到 每一个产品的编辑中线应该是通过P减V 我们可以看到单位编辑中线对不对 所以15减12 它的单位编辑中线M等于3 对吧 那单位约束资源上面的编辑中线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3除以3 这个能看懂吧 我们的编辑中线是不是等于3 编辑中线是不是等于4 编辑中线是不是等于3 对吧 这个单位编辑中线得能汇算 然后呢我们去除以单位限制资源的消耗 就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决策指标 所以这里的3除以3等于1 然后4除以2等于2 3除以1等于3 单位是啥 单位是万元每小时 相当于X消耗一个小时的这个单位限制资源 这个关键设备 那么它可以给企业创造1万元的经济效益 Y呢 消耗一个小时能创造2万元的 Z呢 消耗一个小时可以创造3万元的 请问我的安排生产顺序优先级应该是什么 先生产谁 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这个计算都计算出来了 请问优先安排生产顺序是不是就出来了 先生产谁 是不是先生产Z啊 所以Z大于Y大于X 你说它难吗 不难吧 那有了这个基本的安排之后 那我们应该去满足的是Z的销售量 所以先把这1000件的销售量满足了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消耗了多少资源 你看 如果我去先安排生产Z的话 那么Z会消耗多少呢 Z会消耗1000件的 然后Y会消耗600件的 最后X的这个产量是怎么算出来的 X的产量最终是被倒挤出来的 所以我真的能不能生产出来1500量的X呀 生产不了 咱算一算你就知道了 这1000件的Z和600件的Y 全部都已经这个安排生产完了之后 这个1500量的X咱是生产不出来的 咱只能生产出来600量的这个X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大家就基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整体的产能 再减掉Z和Y所消耗的产能 最后去倒减出来一个X需要这个生产的量 那有了这个生产量之后 然后去计算我们这里的利润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留给大家 你们自己课后去从头到尾自己算一遍 因为这就是一道真题 对吧 对于大家来讲 我觉得练真题是最有益的了 所以它的思路跟我们课上所讲的那道教材的例题 完全如出一辙 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课后 把这道题目从头到尾自己去算一遍 来把这里的思路理清楚 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考试一定都是难题 考试绝大部分的题目 其实你都可以在我们的教材例题当中 找到它的影子 然后你只要具备了举一反三的能力 教材当中考两个产品的优先顺序 对吧 现在考真题的时候考你三个 你会不会 其实无非就是在这种层面上去给你设置一些难度的提升 但是在大的层面上 其实难题还是相对偏少的 更多还是基础题 基础题需要大家做到的就是把教材立即给吃透 所以这个我留给大家课后自己再去练习练习好吧 那第四的决策我们讲完了之后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决策 就是身加工的决策 如果我们不做身加工 那么这些产品现在咱就可以卖 所以本质上是两个方案去优选 第一是现在就把这个产品对外出售 第二就是把这个产品进一步的放到生产线上去进行身加工 那到底选哪个方案呢 咱们的决策依据是去算差额利润 什么叫差额利润 就是如果我身加工 身加工 身加工能够创造出来的相关收入 以及身加工过程当中 我需要额外承担的相关成本 两个一解 解出来我如果发现身加工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多的正向的利润 那么就应该加工 如果说身加工这个环节 并不会给企业创造出来正向的利润 成本盖过了收入 这个时候咱就别身加工了 咱就干脆直接卖就完了 对吧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决策的原则 就是当差额利润大于零的时候 你应该身加工 但是小于零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直接出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里决策当中 进一步身加工的半成品所发生的成本 都是无关的沉默成本 你看啊 这个是我们所刚才讲到的 相关与非相关 我们看的是面向未来 而你进入到身加工决策的时候 你是不是首先应该是产品 在这个阶段已经生产完了呀 对不对 大家要把这个思路给扭过来啊 咱们已经进入到身加工的决策了 所以身加工就意味着 你前面的所有加工工序 咱们都已经做完了 成本都已经发生了 那是历史成本 那是无法改变的 你现在去卖也好 你身加工也好 这部分成本都是不变的 对吧 产品已经摆在这 摆在你面前了 所以这些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成本 是无关的沉默成本 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身加工决策 无论是否身加工这些成本都已经发生而不能改变 相关成本只应该包括进一步身加工未来需要发生的追加成本 相关收入呢 则是加工后出售这个产品和当前直接出售这个产品的收入之差 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成本我们算的只是额外在身加工这一段生产环节当中 我们额外付出的成本 而收入我们也看的是在身加工和当前直接出售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额外创造出来的新增量的那个收入 这两个增量的收入和增量的成本去做一个抵减 看差的利润是多少 这一点大家思路一定要扭清楚 理清楚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道题目 你其实就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他说这个假企业生产A半成品一万件 然后销售单价P是50 单位变动成本呢 V是这个20 固定成本是20万F 然后若把A半成品进一步加工为B 每一件需要销加的变动成本是20 产品的售价呢就变成了80 所以这有一个V一撇 这有一个P一撇 这就是我身加工完成了之后 那么我的售价 以及我身加工需要额外增加的变动成本 好 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道题目的问题 他说让你针对 针对以下的这两种情况 分别分析一下假企业是否应当将A半成品 进一步加工为B产品 第一 是企业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工 一万件A半成品的能力 所以你自己是能干这个事的 该生产能力呢 无法转移 这句话熟悉吧 这句话啥意思呀 翻译一下 该生产能力无法转移 就是我现在自己具备这个产能 可以把这个半成品进行深加工 但是我利用了这部分的产能 原本也没法去干别的事 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没有机会成本 那如果进一步加工A产品 需要追加专属的固定成本 有五万 所以我问你这五万是不是相关成本 虽然咱前面没说对吧 但是这里面题目当中如果就真给你出现了 比如说需要深加工追加的专属成本有五万 请问你要不要考虑它 要不要考虑 要考虑呀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机会成本 但是有专属成本 没有机会成本 但是有专属成本 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考虑呢 来第一种加工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深加工 请问我额外创造出来的那种 这个新的单价 新的单价是多少 产品的销售单价 是不是80 对吧 是不是80 然后呢我原来的那个单价是多少 是不是50 那我在单价的层面上 由于进行了深加工 所以我额外多出来了多少的收入 那就是80减50 然后乘以这个一万件嘛 这是我额外增加的收入 那变动成本的角度上呢 变动成本 我只去考虑这个追加的 这个20块钱 每件的变动成本 所以只有它 但是这道题目的第一问 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专属的固定成本 所以这个你也要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把这些成本稍微梳理一下 你看 如果我进一步深加工的话 我需要 考虑的收入 其实是有 80万 我的变动成本呢 其实有20万 但我还有一部分 5万的专属成本 这就是我整体的损益 然后直接出售呢 我现在就是卖50 所以我实际上就能直接获得50的损益 其他的其实都没有了 因为以前生产环节当中的成本都是非相关的成本 所以我把这两个一减 减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差额利润 差额利润就是5万 那这个差额利润是5万 相对于我们现在直接出售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深加工 其实是能够创造新的利润的 那企业应不应该深加工呢 就应该 所以你计算的时候可以这么去列表计算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怎么算 你看按照咱们所说的那个相关收入 再减掉相关成本 相关收入是什么 相关收入就是80减50 乘以1万 对吧 相关成本是什么 就是20乘以1万 这道题目特殊在 还有一个5000的专属成本 5万的专属成本 所以你再减掉一个5万 最后算出来也是5万 所以你怎么算都可以 你列表这么去算也可以 你按照咱们刚才的那个公式 直接去算相关成本 减相关收入 确定好分别是多少 这里再额外考虑的专属成本也可以 有人说 这个25万是哪来的 这是要相关成本 看到了吗 相关成本下面有两部分构成 一个是变动成本 一个是专属成本 其中变动成本是这个20万 然后专属成本是这个5万 两个一加加出来了相关成本 对吧 然后我们要用相关收入 减掉相关成本 他得到最后的差利润 所以这是 对于整个第一问 如何举行分析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问 他说企业只具备进一步加工 7000件A产品的这个能力 那该能力呢 可以用于对外加工承栏的业务 那么加工承栏业务 一年可以给我们创造 边境贡献75000 请问这是啥 这是什么 这就是机会成本呀 对不对 所以第二问相当于咱们还得额外再考虑一个机会成本 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表录当中 我们来梳理一下 如果进一步加工的话 首先我只能生产7000件 对吧 所以我只需要考虑这7000件的 这道题目他没有说我硬得把那1万件全部都得升加工了 没说那么咱就有多大能力就使多大劲 所以这个时候咱只能生产7000件 咱就生产7000件 那后边直接出售的形容下 咱对比的那3000件跟这个决策有关不 这是大家要想明白的 剩余的咱没生产的那3000件 没深加工的那3000件 在整个深加工决策当中 是相关的量要考虑吗 不用 所以你就拿这7000件去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 所以前后你出售的方案和深加工的方案 都是去看这7000件 然后在深加工当中 你需要额外承担的成本 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那20块钱每件的变动的追加成本 还有一块是你需要额外承担这75000的机会成本 这两部分加起来是21万5 然后相关收入减相关成本 得到一个差额的利润是负了5000 那么就说明如果你深加工 反而会少5000的利润 请问你要加工吗 不加工不加工怎么办 直接就把半成品当前全部出售就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这道题目 大家去把它好好理解和把握一下 这里其实你用我们刚才那个公式去横着计算 还是说列表去分开来出售和加工的两个方案去对比计算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你熟悉哪一种 你觉得哪一种你更清楚 能把你的思路理得更顺 那你就用哪一种方法 考试的时候你用哪种方法 其实最后都算对的 好吧 好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个第二节给大家结束了 第二节回顾一下 我们一共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具体的决策场景 包括了我们如果有一个经营不善的生产线或者分布的话 咱要不要关闭 对吧 是关闭还是保留 第二零部件是自制还是外购 第三特殊订单要不要接受 第四 我们这里面如果有这个产品要深加工的话 那要不要有如果有这个约束资源的话 那约束资源我们应该如何最优利用安排我们的生产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如果它还有进一步的深加工的步骤的话 咱要不要深加工 还是说直接当前就直接出售掉 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节当中涉及到的具体生产环节 遇到的问题 那么我们有一个角色的思路 接下来第三节的内容呢 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讲 更多的以客观题的考察为主 主观题的考点相对比较少 如果考到主观题呢 也会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考察 也不会通篇都在考你做产品定价 所以这块呢 大家主要从客观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知识把握就好了 第一 是我们在这里定价的时候 我们得有一个定价的决策原理 我们得有一个理论支撑 在市场经济环境当中 产品的销售定价往往是供需双方的力量 供需双方的博弈所产生的 那按照我们的市场当中 供应方力量的大小 我们可以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 垄断竞争 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 四种不同的市场结构 我们从考试的角度上 就是简单的对比一下就行了 你看我这里都没有画星号 因为考试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在这出题 如果真出题的话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黑马考点 但这个点呢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张表 简单把握一下 你看 这里如果我们按控制力来去看的话 其实有三层不同的控制力 第一个是单个厂商无法左右 无法左右市场的价格 就我任何一个市场上供货的企业 我都无法决定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 这叫做完全竞争 就市场上大家已经充分竞争了 价格是市场调节出来的 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有话语权 说我就可以去定价 不行 这叫完全竞争市场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 有部分的厂商对于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它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价格 但是它对整体的市场价格有影响力 我们说这叫做寡头垄断或者是垄断竞争市场 不管怎么样 这中间一定会出现垄断 但垄断的是部分的垄断 它不是完全的垄断 所以它最终对价格是能影响但是不能决定 最后一个叫做我完全可以去自主决定产品的定价 那这就叫做完全垄断市场 因为就是价格就是它说了算 所以这是我们根据它对定价的这个影响力 我们把市场分为了四个不同的层次 但其中中间的这两层都是部分垄断 它都是对价格只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大家能够把它区分开来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定价的这个角度上 接下来是我们这里的考点 就是到底咱们怎么定 方法是什么 方法的角度上呢 来第一个方法叫做成本加成定价法 这个成本加成定价法 就是大家理解的最普通的那个方法 就是咱先确定成本 然后有了成本之后呢 咱在成本的基础之上 再加一块咱们所需要的那个回报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产品最终的定价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那个成本的基数 成本的基数 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去计算 前面我们学过了完全成本法 我们也有变动成本法 所以我们既可以基于完全成本法去计算 这里的成本基数 也可以基于变动成本法去计算这里的成本基数 如果我们使用的方法不同 那右边我们就要加成的这个成数 也就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把成数 写成是利润呢 因为如果我完全成本法下和变动成本法下 其实加的这个成数 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利润的角度 因为你这两种方法不一样 那我说这里是利润 那我问你变动成本法 右边加的那个东西真的全都是利润吗 那可不是啊 它还有一部分其实是要负担的固定成本呢 对吧 所以如果我用变动成本法右边加的成数里面 肯定不完全是利润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产品的成本定价 那我需要去考虑不同方法 我到底怎么加成 完全成本法下的加成 那你这里的成本基数 注意用的是生产环节的制造成本 那右边加成的时候 加成的是非生产环节的那些成本 你说咱就不在产品价值里体现了 那你不亏了吗 所以那些所有的非生产环节的 什么销售费用啊 管理费用啊 这一系列的成本都要把它体现在成数里面去 那除了这部分非制造的成本 要在成数里面去进行成本基数的往上累加以外 还要再加一块的才是你的利润 所以成数当中往往包含的是 前面成本基数里没有含着的成本 以及利润 所以成数一定是包括两部分的 那这是完全成本加成法 我们来看一下 说贾公司正在研究某新产品的产品定价 然后这些产品呢 年产量是一万件 相关资料如下 这里面有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变动销售管理费用和固定销售及管理费用 对吧 这些项目都给到你了 那咱们在用完全成本法的这个方法 去做成本加成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成本基数呢 成本基数你能用哪几个项目呀 那我问你 在这张表达当中 有没有你在完全成本法下 不能去加的那个成本项目 有没有 有 什么不能加 下边的这俩不能加 咱只能考虑生产制造环节的 也就这一部分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在进行加成的时候 他说了 你的加成 是要这个加成50%去做一个定价 那我们往下看 我们这里的那个成本基数 大家告诉我是哪个 成本基数是多少 这里我没有直接写成本基数啊 大家就告诉我 这一列的数字当中 请问成本基数数字是多少 是哪个 是这个20 所以请大家把这个单位产品的制造成本右边加一个托号写上 这就是成本基数 然后他在这个基数之上加成50%对吧 那你就计算嘛 20的50%是10 所以我的目标产品价格呢 就是30 那你要问我说这10里边是什么 这10里边既包含了那些非制造相关的成本 还包括了一部分的合理利润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准备法下的成本加成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变动成本法下的成本加成 它的计算基础 它的成本基数是单位变动成本 所以我右边加成的那个成数 成数当中包含了没有在前面基数里反映的成本 是固定成本 再加上我自己的合理预期的利润 所以变动成本法 它的基数和成数跟前面的一种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是通过刚才的那些举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目标计算的这个表当中 大家来告诉我 那个成本基数是多少 在这张表当中成本基数是多少 成本基数你看 料 工 费 还要再加上变动的销售和管理费用 所以我的成本基数应该是这里的15 所以大家在单位变动成本后面写上 这是成本基数 然后我前面的条件要求 你要加成100%作为我的定价标准 所以我加成的时候 我要额外再加一个15进来 所以我的目标定价还是30 所以你看两种方法对比的话 成本基数不一样 我的加成比例也不一样 虽然我最后的定价是一样的 但是基数和乘数都是需要去做调整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两种方法下的成本加成 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种就是成本加成法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会涉及到 变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加成法 以及完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加成法 大家发现了吧 所以这个的区别呢 课后自己去看 但我需要在这里给大家提示的是啥 你要想清楚它们的区别啊 就得想清楚它们分别是在干嘛 你先不要去考虑这里面不同的这个方法下 这个名称上面有没有加成这两个字 你得先想清楚这个方法是用来干嘛的 我问你变动成本法是用来干嘛的 变动成本法是用来做产品定价的吗 不是吧 变动成本法是不是用来做产品成本计算的呀 对不对 所以变动成本法和完全成本法 它的目的 它的使用场景是用于产品成本计算的 而变动成本加成法和完全成本加成法 这两个加成方法 它的目标是用来进行定价的 所以这使用场景就不一样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来搞混了 我说到变动成本加成法的时候 你得知道我在讲的是产品定价 我说变动成本法的时候 你得知道我在讲的其实是产品成本计算 所以这个首先得区分开来 然后咱们再去说 咱们都是用变动成本法来计算产品成本 那么我在定价的时候 也是基于变动成本法所计算的产品成本 来考虑后面的成本加成的 那完全成本加成法呢 我也是基于完全成本法下 对于产品成本的计算 来考虑后面的成本加成 进行产品定价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基本上这几种方法就能区分开来了 先不要深入到里面的具体细节 先从这个方法的使用场景 使用前提当中去进行区分 这是我们所说的精准答疑 然后接下来就是市场定价法 除了成本加成以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市场上面的 类似的同类的产品 我们进行参考定价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如果有活跃市场 我们就直接找类似的这种交易 类似的产品 看人家卖多少钱 咱们就参照着来 最后一个就是新产品上市的定价方法 这个定价方法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撇纸定价 第二种叫渗透定价 如果学过战略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方法很熟悉 撇纸和渗透定价方法 在战略当中也有考察 这两种方法 大家在区分的时候就搞清楚 一个是高价策略 一个是低价策略 贴纸定价是指你先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就我这个新产品 新产品 我先定个比较高的价格 然后随着市场逐步扩大 然后有其他的人来模仿我了 对吧 咱是第一个做的 然后所以呢 我具有独特性 那我最开始上市的时候 我的产品定价就很高 然后逐渐的市场上都有人说 啊我这个产品那么好 然后争相来模仿 然后市场一下子就扩大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能以比较方便的这个方式 买到类似的产品的时候 你就只能通过降价了 所以我未来再去降价 所以这种皮质性的定价 叫做高价策略 它整体来讲是一个短期性的策略 它是短期把这个所有的收益啊 这些利润啊 尽可能的更早的咱都先拿到了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干呢 因为这种产品生产迭代速度太快了 所以你看一般手机都是皮质定价 因为手机的迭代速度实在太快了 所以每一款新手机刚上市的时候 一定价值特别高 然后你看下一款手机上来的时候 它的价值就被打下去了 所以它都是生命周期比较短的产品 一定要在刚刚开始的早期 就把利润都拿到手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撇纸定价 渗透定价是一个相反的策略 是我最开始产品上市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去进入市场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不是在这个阶段我去要利润 这个阶段我要的是市场份额 我其实是通过低价先获取市场 然后在我相对市场份额比较巩固的时候 再逐步的提高价格去攫取利润 所以这个价格定价方法 它是一种相对更加长期的市场定价策略 我看中的不是短期的收益 我看中的是一个更加长期的一个收益获取 所以这两种方法对于企业而言 它最终都是为了去获取利润 只不过获取利润的方式不同 一个是早期获取 一个是长期获取 这是两种定价的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 那种企业的产品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的 它不在意这一两天一两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它就可以以长期的市场定价策略来进行进攻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两种策略 后面这个解释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再具体这个赘述了 我稍微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把这一章结束好不好 所以可能会稍微拖几分钟的疼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四个 叫有闲置能力条件下的定价方法 有闲置能力条件下的定价方法 是指企业具有闲置的生产能力时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我们需要去进行定价 这时候管理者往往以产品的增量成本作为定价基础 也就是说现在我有闲置的产能 然后现在市场需求又有变化 那对于我来讲 我的定价要考虑什么 是要考虑我产品额外新增加的那部分 我利用产能需要增加的那部分的成本 当企业存在剩余生产能力的时候 增量成本就是生产这一批产品 就利用闲置产能生产出来的新的这一批产品的那个变动成本 是我的相关成本 这种定价方法虽然定价会比较低 但是它短期内可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并且维持员工的稳定 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的产能利用率 帮我们弥补一部分的固定成本 因为往往这种产品它不可能编辑贡献是小于零的 编辑贡献大于零 它能够给我们弥补固定成本 那它对于企业整体来说就是有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价格应该在变动成本和目标价格当中来进行选择 你看说变动成本等于什么呢 等于直接材料直接人中变动制造费用和变动销售和管理费用 这个变动成本是怎么算的 不是变动生产成本 是变动成本加成法下的那个计算基础 看到了吧 大家注意清楚啊 你看变动成本法在计算产品成本的时候 产品成本里面咱能把销售和管理费用给放进去吗 销售和管理费用跟你的产品生产成本有啥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用的是产品成本计算 咱们是在做产品成本计算 那个变动成本法里面能含着的 只有料工费 因为这是生产环节的 但现在咱做的不是产品成本计算 咱做的是产品定价 那定价的角度上 你的计算的成本基础 你的基础里就得把所有变动的部分都含进来 别管它是不是生产环节的 所以我们说刚才我们去对比那个变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加成法的时候 我让大家先把握清楚这两种方法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因为它的使用场景不一样 所以我里面包含的项目也不一样 现在我做定价 我就既要考虑在生产环节当中的变动成本 料工变动制造费用 也要考虑在销售和管理环节所需要用到的这些变动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 这些都构成我的变动成本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确定变动成本了 同时目标价值怎么办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去做一个成本加成 对吧 好了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个教材的例题 说这个公司按照 这个西红市政府 按照规划建造一座新的游船停泊长 你向社会公开招标 大小公司主营各场各港口间的客运和货运服务 其下属的港口建设部准备参与该项目的竞标 经过会议讨论 公司管理层认为 这个工程项目对于维持部门的正常运转非常的重要 因为港口建设已经连续几个月都处在失踪能力以下 所以产能这个利用会有点问题 设备和人员大量的闲置 这个时候呢 这个项目也不会妨碍公司去接纳其他的工程项目 我告诉你 这句话人说的太自信了 什么叫做不会妨碍他们接受别的工程项目 你压着也没有别的工程项目能接 所以现在能有一个项目把你的这些闲置产能能利用起来 你巴不得呢赶紧利用起来 对吧 都闲了那么大半年了 也啥也没干 现在时候终于有一个工程来了 咱赶紧接 然后接完了之后 接下来给了你一系列的这个项目所遇到的成本估算资料 你看料 工 费都有了 所以我的变动成本合计 就有了 然后呢 固定成本也有一个估算 工程的总成本也有一个估算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成本的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当中 其实这不是一个题啊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料的描述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闲置能力下的产品定价是怎么完成的 你看 由于我们有剩余施工能力 所以呢 只要你的价格能够负债掉上面咱们说的变动成本 那么你就可以去产生所谓的正的边际中线 那么他就能去帮我们去承担固定成本的分摊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闲置能力的时候 企业投票的价格低一些 没关系 只要你的价格高于变动成本 能够产生边际中线去负担我们的固定成本 那么企业就愿意去接这个单子 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那个要不要停下那个生产线 要不要关掉这个分布 它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它能帮我弥补固定制造费用 它能帮我去弥补那些固定成本 那么这个项目咱就值得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最后一个闲置能力下的这个产品定价 到这儿 我们就把这一章给大家结束了 这一章整体来讲呢 其实掌握起来不复杂 第一个点 就相关成本和非相关成本 虽然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讲 它的特长性不大 但是在后面具体计算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经常用到这里面的一些基本思路的 所以把不相关成本一定要想清楚 什么历史的沉默的成本都是不相关的 对吧 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这些成本 也都是不相关的 相同的成本 两个方案一模一样的这些成本 也是不相关的 对吧 然后这些把握清楚了之后 后面的生产决策当中 哪些不相关 你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然后在生产决策当中 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决策场景 你需要把握的都是决策指标是什么 利用这个指标 我们的决策原则是什么 然后分别去进行计算和掌握 这里面相对复杂一点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约束资源的最优利用决策 这是在考试的时候 往往喜欢在主关题里考察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特殊订单是否接受的决策 也是在主关题考察比较喜欢考的 还有一个是深加工的决策 这三项就后面的这三项 只是在主关题当中的考察战率相对会更高一些 定价决策也就是一个特关题 特关题呢 你需要把握住的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新产品的销售定价 那有高价策略 有低价策略 高价策略叫撇指定价 低价策略呢 叫渗透定价 那这两个名称你把它对应清楚 然后一个是长期策略 一个是短期策略 这里把它对应好就可以了 剩余的呢 在定价方法这里去考计算 整体概率不高 如果要考 那应该考的也就是这里的成本加成的定价法 那你把成本基数确定好 成本的乘数确定好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产品定价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第16章短期经营决策的内容 就是这些 那现在是10点半 给大家耽误了10分钟 不好意思 那这个章节我们就正式给大家结束了 我觉得坚持到这会儿的同学肯定很不容易啊 首先这个非常辛苦 感谢大家愿意这个一直听到这里 那我也希望说听到这里所有的同学 你能大部分的把今天课上的内容吸收消化掉 课后呢稍微再花点时间去做做只做好题 和我们布置给大家的课后作业 那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解题的能力 我觉得这一点更加重要 然后我们今天是周二 因为还在周中 所以大家不要太晚去睡觉 尤其是在接下来冲刺这个阶段 你要注意冲刺阶段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所以你最后这个还没有进入冲刺阶段的前面这段时间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的不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 因为冲刺阶段你一定会很紧张的 所以这个阶段你还可以稍微去调节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增加自己每天的学习量 让自己逐渐的紧张起来 到了冲刺阶段能够快速的跟上冲刺阶段的节奏 然后一鼓作气最终上考场获得今年的考试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其实你要做的是能够去调节好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知道有的同学在这个阶段已经很焦虑了 如果你这个焦虑的这个心态一直蔓延到考前 你在冲刺阶段是没法好好冲刺的 所以这个阶段你有适当的紧张感 我觉得OK 但是你不能太焦虑 如果你现在很焦虑 你就尽可能让自己先放松下来 然后到了冲刺阶段你有一定的焦虑 它能帮助你有一定的紧张感 那那个时候你的节奏会把动作更好一些 好吗 好了 那最后就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最好的一句祝愿吧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今年必过 把这个刘老师的这句话抄过来 这个希望大家今年考什么你们都能过什么 2023年6月 今年是多少号 13号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